中共中央驻香港的国安公署 在7月8号正式挂牌运作 香港特决政府表示 自从国安法在7月1号开始颁布实施到现在 香港社会并没有出现太过紧张的气氛 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法律 香港人真是如此看吗 很多香港人认为它根本是一个无限上纲的无字天书 代表白色恐怖随时都在你旁边 甚至有香港人考虑要自己未来的移民或金钱 往外移动 整个香港社会出现的气氛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周来的变化 港版国安法界满一周 中华的商场再度传来熟悉的竞歌旋律 刻意用数字谐音取代敏感歌词 现场民众也举起一张张白纸 用着无字版文宣引语香港的白色恐怖 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是一张白纸 为什么呢 虽然它有文字写在里面 但是它的interpretation 全部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的 抗争文宣成了无字天书 过去写满港人新生的变条纸 现在也变成空白版联名墙 身上贴着变条纸的婴儿玩具 爬在这句中国国歌歌词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旁 画面极尽讽刺 突然间抗争现场口号喊到一半 后方传来阵阵交动 只见一群港警出现 将侍卫民众带到一旁 又是搜身又是查验随身物品 这场白纸抗争并未扭转 因言论罪的气氛 依旧有八人遭到逮捕 隔日立法会质询 议员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 律政司司长正面回应 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过去称市民是暴徒 现在又说有人制造白色恐怖 林郑对港版国安法造成的社会动荡 仿佛置身平行时空 外媒也感受到香港正在淋陷 你能否赢到这些问题 如果香港国外公司公司 或香港的报告 能否赢到我100%的评论 他们会不会承认任何犯罪 这些国家政策 我可以做的事情 林郑高傲的硬打和肢体语言 像是复制了北京当局的气焰 一周来香港的不平静 它无动于衷 但对中国推动一国一制的效率 快的令人折舌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接牌 7月8日 群港版国安法设立的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临时办公室 在铜锣湾闹区接牌 宣告中央已经一脚踏进香港 而两天前公布的法案实行细则 也象征香港沦为警察国家 紧急情况下 警务处长可以口头批准折聘 或者监控 无需特首原先批示 港版国安法不仅扩大秘密警察调查权力 侦办国家案件 港警也不再需要申请法院搜索令 就能进屋搜查 管辖权甚至扩籍包含台湾在内的他国 且网络言论自由也不愿错放 像这类广传在网络上 用谐音或几何图形 隐秽传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若警务处长怀疑 这类讯息可能违反国安法 得到保安局局长批准后 警方就可以要求相关人士和单位 或者是直接要求网络服务商移除讯息 且港警不只能封杀特定贴文 甚至还能要求社群媒体业者提供用户段资料 Facebook Whatsapp Google Twitter 以至美元几乎同一时间宣布 暂停向港府提供用户资料 网络长城验然成形 香港侵犯引入自由的威胁 也导致多家网络科技公司出走 而率先发难的就是TikTok 在中国称为抖音 海外版称TikTok的移民社群App 在香港用户约15万人 7月6日表示 应考虑香港近期的事 9日起香港用户也确实发现 TikTok已经终止服务 但公司CEO特别强调 欢迎玩家下载抖音 取代TikTok 最长15秒的创意影片 TikTok往往能带领年轻人 话题走向甚至成为素人 爆红的舞台 超过8成5的用户 在24岁以下 加上名人效应 推薄助澜 今年TikTok手机 已突破20亿次下载 位居App排名第一 只是即便TikTok 主动和香港切割 但他的中资背景 仍成为美方抵制 港版国安法的正常 从国务卿到总统川普 都扬言要在美国 全面禁用中国App 如果按照美方的逻辑 美方众多社交媒体 在全球拥有 巨大的用户群体 对世界各国而言 这岂不是巨大的安全威胁 美国用户破译的TikTok 母公司正是位于 中国北京的字节跳动 美国国安单位担心 TikTok使用的数据 包含用户所在地 浏览历史 和送出的讯息资料 会轻易透过App 传送到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但既为中资背景 为何TikTok 又要拒绝母红 外媒分析 字节跳动 推出香港市场的战略意义 不外乎扩大海外市战 试图淡化TikTok的中国色彩 作为唯一一个 从中国走出 打响在国际社交媒体 应用名号的App 舍15万香港用户 留下海外形象 和市场信任 根本不亏 但对美方而言 从中国发出的 数位前置讯号 反制使用 已是必要的 国家级策略 而港办官法上路后 奔逃的不止网络自由 外流资金也日趋白日化 在香港的投资名人 观察到银行开海外户头的业务倍增 而民间的换汇店家 也嗅到相同氛围 通常一人可能都是 十几至二十万左右的美金 现在情况就可以去到 可能是一百万 二百万 三百万 我们问他 都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就唱了 美金印刷在家里 就会安心过 港元 在一个银行里面 根据香港经济学者统计 各国银行存款 同样面临全球波动 但急剧下降的程度 远比不上蓝色线条 代表的香港 推测港人的心和资金 早已跟着没了的自由民主 远走他国 铺头不停窒掉 甲级写自浪的租金 一百五十元高位 现在跌到一百元 周围都是铺的空置 以不恶法让香港了无生气 各国争相进驻的自由之地 已变成众人 避之唯恐不及的小中国 当港府和中国连成一气的同时 各国皆知 香港也已经不是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